哲人王后 2020年12月12日 韩国TVN电视台播放的《哲人王后》一上线 就吸引了中韩两国民众的目光 这部剧被誉为韩版太子妃生殖记的古装奇幻戏剧 高举穿越与搞笑两面旗帜 通过一幕幕无厘头式的表演 为观众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哲宗礼变和哲人王后金饰 折射出朝鲜王朝末年内忧外患的衰败景象 然而喜剧终究是喜剧 只能图一时之乐罢了 并不能诠释该人物的真实面孔 哲人王后的一生更像是困在鸟笼里的金丝雀 充斥着悲情与无奈 跟剧中的形象完全相反 本期仪太将为大家解读朝鲜王朝历史上的哲人王后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 哲人王后金氏生于荆棘汉阳城内的顺化仿丝地 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金氏的匠生 可以称得上是含着金钥匙开局 虽然出身在两班贵族家庭 金氏的童年并不幸福 体弱多病和家门纷争是主要原因之一 安东金氏是朝鲜王朝末年 活跃于政坛之上的一股庞大势力 与丰壤赵氏并称为王座两门法 为了实现赌掌朝高的目标 双方互相争斗大打出手 把党争之祸推向高潮 全面加速了朝鲜王朝的灭亡 当时正值献宗大王李焕在位期间 由于献宗的母亲神真王后赵氏出自封壤世家 故而让赵氏一族鸡犬升天 实力大增 安东金氏的势力遭到很大打击 安东金氏的困境让封壤赵氏十分得意 然而道光29年6月6日午时 献宗李焕在昌德公崇西堂内逝世 在位15年享年22岁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正足一脉断绝 献宗逝世给予了封壤赵氏极大的打击 但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 到底该挑选谁来继承大统 整个王朝炒成一锅粥 早已习惯叱咤风云的封壤赵氏 自然不会轻易让出权柄 所以他们有一拥立德兴大院军李昭的后四 李夏全为继承人 只是安东金氏并不打算让正敌的如意算盘顺利实现 为了达到一键封喉的效果 沉默许久的纯元王后金氏抢先下手 利用自己是纯祖大王李松的原配 献宗祖母的王室家长身份 在献宗逝世当天就迅速颁布意志 决定召回被流放至江华岛的恩燕君李燕的孙子李元范 让他来继承大统 就这样本是一届草野村夫的李元范 在陵府市赵延勇等王廷重臣的注目下 被迎回首都汉阳 实现了丑小鸭蜕变白天鹅的全部过程 受封德婉军绝号 并于6月9日在景福宫仁正门即位 更名为李汴 视为折宗大王 成为朝鲜王朝第25代国君 折宗的即位意味着安东金氏的再一次兴起 封壤赵氏因为宗宪的逝世 丧失了全部政治筹码 惨遭对手的疯狂蹂躏 为了确保傀儡的稳定性 纯元王后金氏以折宗年幼为由 施展大飞锤帘 依托幕后听政的方式 严密控制朝政 将安东金氏的权威推向巅峰 大权独揽 政敌倒台傀儡听话 这些在安东金氏看来 无疑是一幅最美好的画面 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地位 他们开始在金氏本族里挑选妙龄女子 打算追随前人的步伐 将自家女性嫁入王室 从内外两方面彻底控制朝政 纯元王后金氏私利再三 定把同族的金文根之女 定为王妃候选人 入宫参与王室简泽 这样金氏被人用轿子抬入警服宫 与哲宗李焕在大造店举行家里 视为哲人王后 正式开启了坎坷的后半生 哲宗与哲人王后之间的感情 并非剧中所描绘的那般浪漫 毕竟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撮合下的婚姻 很少能够产生真挚情愫 事实上 哲宗对金氏猛声好感的持续时间很短 前后共计七年 而导致他们分到扬兵的导火索 便是原子造族 让夫妻俩谨慎的感情彻底破裂 先封八年10月17日 哲人王后金氏 在昌德宫大造店内产下哲宗 里面的嫡长子 看到自己后继友人 哲宗也十分欣慰 不仅召见药房三提调及 隔臣等人赏赐礼品表示感谢 而且向宗庙设计坟香祷告 期间还亲自探望金氏 可见原子降生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有多大了 然而还没等众人高兴太久 半个多月后 被寄予厚望的原子 就因为疾病自去 连一周岁都未满 儿子的离世 让哲宗里便心灰意冷 嫡长子死后 哲宗便不再与哲人 王后金氏有所来往 唯一的联系 也仅建于日常形式化的药房 答疑 对丈夫的冷漠 金氏本以为只是丧子之痛而已 过段时间就会好转 可谁知 哲宗意冷到底 更让人难过的是 哲宗在丧子后 开始留恋于助嫔妃之间 相继将书仪范氏 贵人仆氏 贵人赵氏等人 纳入后宫 甚至还勾搭上了三位宫女 即宫人李氏 仆氏金氏 将整个后宫搞得乌烟瘴气 虽然在封建王朝时代 帝王拥有三公六妾很常见 但在任何一位妻子看来 自己丈夫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心里还是很难受的事情 而哲宗的一系列行径 也让哲人王后看清了 无情帝王家的真实嘴脸 所以直至哲宗逝世为止 金氏也再也没有生下子女 既然原子早如 后面又没能重新诞下嫡子 哲人王后在宫廷里的处境 愈发艰难 为了避免被哲宗踢入冷宫 金氏开始抱纯元王后的大腿 以此来增强自己的政治筹码 真人王后对纯元王后和神真王后的侍奉 已达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根据实录记载 自清晨起至直到傍晚 金氏都会亲自购问纯元王后的衣食住行 即便有事不能待在对方身边 也要找来寝殿的宫女仔细询问 当天的情况才能放下心 纯元王后晚年时 金氏常常跟在一旁搀扶户里 在外人看来就跟宫女没什么两样 纯元王后考虑到护理的辛苦 曾经想让真人王后回去休息 但对方予以婉拒 当纯元王后事实后伤心欲绝的金氏 又承担起照顾神真王后日常起居的重担 公顺态度过于前者 美玉士皆要禀报神真王后方才开展 事奉膳时必须亲口 事长后才让宫女呈上去 真人王后的这些做法看似弘扬孝道 可实际上又有多少辛酸与无奈在里面呢 除此以外 哲人王后还是朝鲜历史上最简朴的王妃 入宫后就不再吃荤菜 只要闻到一点肉味就不吃 对于自己身上穿的衣服 也是从来没换过新花样 东眠和夏宁是衣服的主要材料 一件衣服从头穿到尾 不速作风堪比英祖大王李秦 要知道 王妃是一母之国 万民之尊 想穿什么凌卢绸缎 想吃什么山珍海味 随便一句话的事就可以实现 但哲人王后没有这么干 可想而知 他对自己的自律是何等强大了 同志二年12月8日某时 哲宗大王李变 在昌德宫大造殿内逝世 在位14年 享年33岁 与先王献宗一样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再次将朝鲜王朝推上风口浪尖 早已对安东金氏垄断朝纲 十分不满的神真王后 将新宣君李世应的嫡次子 李命福定为继承人 更名为李希 于同年12月13日 在井福宫任正门即位 是为高中大王 成为朝鲜王朝第26代国君 此时的安东金氏 早已其实不在 又被对手截足先登 只能复言支持神真王后的意见 随着安东金氏家族的没落 出自本家的哲人王后 自然在劫南逃 高宗即位后 尊奉她为名纯大妃 在昌庆阳和唐度过了15个年头后 坎坷一生的哲人王后 金氏永远闭上了双眼 享年42岁 终于获得了亲近 哲人王后金氏的一生 充满了悲剧 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她跟自己的丈夫 哲宗 李辩一样 都是政治道争的牺牲品 无时无刻不再努力 挣脱束缚 结果却是越陷越深 这就是责任往后的一生 即使出生贵族 也有着太多 无可奈何